這段影片其實都拍了一個多星期 不過大家都知道 因為上星期病了 所以拖到現在才來錄音 成夢大家的支持 我們這個頻道在上個月尾 已經有4萬訂閱了 而我也知道 大家都很掛念張瑜 所以那天我就約了 張瑜、Tracy和CC 一起出來吃頓飯慶祝一下 順便幫他們拍影片 而今次介紹的這間餐廳 和我以往介紹的小店有很大分別下 以往我介紹的小店 全部都是一些老店賴 不過今次我介紹的這間餐廳 好老實說 是一間非常年輕的店鋪 我之所以會介紹給大家 因為它是一間非常特別的店鋪 今次這間店鋪其實是由張瑜所提議的 他說他曾經吃過這間店的太子總店 吃完之後就已經跟我說 叫我第二時一定要介紹這間餐廳 上個月他走開灣仔的時候 見到灣仔開了他們的第一間分店 碰巧我又約他們一齊出來吃飯 所以張瑜就提議 不如就來這間餐廳的灣仔分店 試試他分店的水準 這間餐廳就是搞店手工教指 雲吞專門店 剛才也有跟大家說過 這間餐廳是一間非常年輕的餐廳 為何我會破格走去介紹他呢? 因為他是一間非常有愛心的餐廳 揭開這間餐廳本名料的第一版 上面就有寫到這間餐廳 會將每年純利的百分之三十 捐贈給香港的慈善機構 除此之外 我看過這間餐廳的Facebook Page 就發現這間餐廳 之前週不時都會舉辦一些派發餃子的活動 請一些老人家吃餃子 還在去年的冬至 和都是出名好有善心的深水寶明哥 一起合作派飯和餃子給老人家 由此可見 餐廳是一間非常有善心的餐廳 只是單憑這一點 已經值得我去介紹他 但其實餐廳除了有善心這一點比較特別之外 其實他的野食出品都是非常特別 叫做餃店 顧名之以這間餐廳主要買的是餃子 你可能會說 餃子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就特別在餃店所用的餃子餡料 除了平時常見的韭菜餃 百菜豬肉餃之外 還有幾款 是用上一些比較矜貴的食材 松茸和松露 先來介紹餃店最招牌的餃子 松茸餃 小時候有看開卡通片的朋友都知道 日本人是最喜歡吃松茸 不過根據章魚 上次去雲南旅行的時候所聽回來的資料 原來全世界松茸產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大陸的雲南 餃店的松茸餃 吃下去真是會有一種 濃得來但是很清香的菇菌味 難怪日本人那麼喜歡吃它們 另外餃店還會配這碟 松茸醬給大家點 分別有辣和不辣兩種選擇 就可以令到松茸味更加突出了 介紹完東方的代表松茸 就來介紹西方的代表松露 搞定的松露餃有兩種 分別是白松露和黑松露餃 搞定的松露餃裡面 是下了勁大根的松露 所以吃下去是勁大沈松露味 而不說我自己也沒有在意 原來白松露是貴過黑松露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別呢? 吃下去大家就會知道 原來白松露吃下去的味道 是會比較清香些 不會好像黑松露一樣 有這麼大沈好像機有的味道 始終口味的東西 每個人都不同 我自己其實很怕 松露那種好像機有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 吃這隻白松露餃 不過我最喜歡吃的 始終都是我們東方人的代表松露餃 除了松露和松露餃之外 搞定最特別的就是它的湯餃 不同坊間的湯餃 用的是普通的豬骨湯底 搞定是用這隻狀元糾丁湯來做湯底 喝得出是用了粉角、扁豆、尺小豆等等的材料煲成 而且完全沒有味精 十足十媽媽在家裡煲的靚湯 而其實除了在湯餃之外 埃松露餃也會配這碗藏元糾丁湯 除了餃子之外 搞定其實還有賣一些小食的 比較特別的有這個黃金原味皮蛋 不同我們平時吃的皮蛋 蛋白是黑色 而蛋黃是灰色 這隻黃金原味皮蛋 蛋白是透明的 而蛋黃是金黃色 介印它不同我們平時吃的皮蛋 是用鴨蛋來做 這隻黃金原味皮蛋 是用雞蛋來做的 不過其實老實說 我就不是太吃得出 和普通皮蛋的分別 貪新鮮的朋友可以來試一試 還有這一間 章魚最喜歡的醃蘿蔔 搞定好豪氣的 在每一張桌面上都放了 一大盒這樣的醃蘿蔔 讓你喜歡吃多少就夾多少 好像去了韓國的餐廳吃飯 不過在這裡提提大家 拍攝當日的灣仔分店 它的落單系統可能是由於新的關係 我們拍攝那天出現了少少問題 搞到落單的時候有點阻滯 和感覺上有點混亂 大家來吃的話就要留意一下 另外餐廳在當眼處 掛了一大幅金句 據聞是出自老闆的手筆 說的是一些人生的幽默哲理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 老闆除了是一個有善心的人 其實也是一個好玩得的人